陕菜由民间菜、市寺菜、官府菜多种分支 其中民间菜市并不多 观中以面市为主 不到逢年过节家人团圆少有做菜 但是每一道菜都凝聚着心血 倾注了情感 洋芋瓷吧要锤打一个多小时 八宝甜饭或称西斧酿米 一道菜要准备七八种食材 牛羊肉要经过十数种香料处理 它们生长于山间田野 闻香于市井街巷 绽放着独特的魅力 西安市井之繁荣自古皆然 大唐有长安东市西市 买东西的俗语便由此而来 清朝甚至辟有专门卖炭的集市 不过今天的炭室街是西安餐厨用品的集散地 金厨奖得主郭国强 特别喜欢来探视街看刀 到几道厨房啊 那种感觉就像是几道一约会一样的 感觉太好了 遇善其事 先利其器 磨刀是郭国强每天的必修课 刀要磨十五到二十个来回 一边磨刀 一边滴水降温 判断刀是否磨好 郭国强只需看两眼 第一眼看刀糖与刀刃是否薄厚均匀 第二眼看刀刃是否笔直 厨房亦是战场 郭国强则是一名即将带宝刀出征的战士 温半妖丝 刀供细致烹调烤灸 是陕西的十大经典名菜之一 也是郭国强的拿手好菜 猪腰质地柔软生脆 容易锻炼 别处吃猪腰 大多切成腰花腰片 少有切丝 闪菜大厨的刀工 却能切出纤细均匀的腰丝 文武刀寒光闪过 一颗完整的腰刺一分为二 偏猪腰用的推刀法 乳刀轻柔稳健 除刀干脆利落 行云流水间 白沙猪腰已经变成了厚薄均匀的半透明腰片 切丝用的则是蹲刀法 这是关中大厨的独门绝技 国国强下刀果断 菜刀微微提起 前低后高 干脆利落 腰丝应声而断 腰丝根根粗细均匀 不留刀痕 只有这种空间加速带来的力量 才能让猪腰来不及变形就被切落 42秒 郭国强擦刀收工 切好之后加入高汤料酒 高汤中的脂肪可以锁住腰丝中的水分 料酒可以使腰丝快速散开增加鲜度 汤烫时间需精准把控 郭国强将汤烫时间控制在10至15秒之间 腰丝变白而不发卷 即可出锅 温拌腰丝的配菜也很丰富 粉丝的筋道搭配腰丝的香软 还有核桃仁的爽脆和甜豆的清香 每一会儿 这个菜一定就是 它是这样子来能把那个味道都吃进去 搅拌均匀 静等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 色香味一样样具备 郭国强还要赋予他更多视觉上的美好 操得起文武大刀 雕得了精致中式 这是属于厨师的潇洒 郭国强喜欢厨房里的交相乐 满足于刀部留痕的快意风流 享受精雕细琢的宁静专注 当他把这一切注入其中 食物便精致而鲜活起来 腰丝和盘内装饰全部完成后 看似简单实则精细的温拌腰丝才算真正做好 腰丝入口脆嫩 搭配香醋蒜末 醋香蒜香伴随着腰丝的嫩滑 鱼味营绕舌尖 久久不能散去 腰丝好嫩 挺多层次感嘛 冰板腰丝 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享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